今天上午和昨天下午,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沈北海、市委书记陈刚分别会见了来柳初期2009中国柳州上级通用武林杯世界水上急速运动大赛活动的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崔大林一行。 沈北海对国家体育总局长期以来对广西的支持表示感谢,他说近年来广西体育事业得到了长组发展,同时广西与东盟国家的体育文化交流非常密切,目前正在与东盟国家筹备一些大型体育赛事,希望国家体育总局给予大力支持。 崔大林表示,广西为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特别是在北京奥运会中,陆勇、江育员等广西运动员的出色发挥,为中国奥运军团的辉煌做出了贡献,希望广西继续突出竞技体育传统项目的优势,并积极开展全民健身运动,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 陈刚在会见时,对国家体育总局大力支持柳州举办三项水上赛事表示感谢。 陈刚说,柳州有着深厚的体育基础,地理位置、气候条件都不错,体育场馆设施不断完善,完全具备了举办较高规格赛事的条件,希望国家体育总局考虑将一些高规格的比赛放到柳州来举办,市委市政府将全力配合。 崔大林表示,柳州同时举办三项水上大赛,在全世界上赎首次,祝愿大赛圆满成功,同时也希望柳州把它办成传统赛事。 崔大林高度评价和感谢,柳州培养出了李宁、谢赛克、陆勇、江玉园等体育健将,并希望柳州抓住机遇,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培养出更多的体育人才,为祖国争光。 国家体育总局水上运动管理中心主任为敌,市领导郑康、甘林、刘传林、会见史在座。 昨天晚上和今天上午,崔大林一行还参观了柳江大型音乐喷泉、城市规划展览馆、李宁体育馆、项目工地、八贵骑士馆、大龙潭公园,并观看了大型情景魔术晚会、李宁魔法传奇、魔幻之旅。 市领导郑康、甘林、何欣幸陪同。